你好 欢迎收看12月24号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花联县政府举办2022太平洋碑科技教育竞赛 24号在花岗国中举行 新老师中卫表示 为了提升东部地区师生科技和创客应用能力 也鼓励以城市语言结合新兴科技多元的面向发展跨域思考能力 提供师生发挥学与之用科技赋能的行动力还有展现舞台 为了提升于花东师生学与之用科技赋能以及动力展现舞台 提升利用科技实际解决问题以及关注SDGs 永续发展实作能力 特别在科技教育竞赛当中增加科技赋能组 期盼师生在学习科技之后 拥有愿意动力实作协助改善社会的创作力 素能能力 花联县政府20号在花岗国中办理 2022年太平洋碑科技教育竞赛 现在许政委也亲自主持 如何让我们孩子的发展 发展透过设计透过规划 那在我们花岭整个产业界能够留下花岭的人才 这也是我们希望透过上中下游 以及我们国小国中高中大学 未来在产业端里面如何能够连结 所以在这一次跟网名不太一样的是 这一次有政府初期 我们的这个比赛团队来解题 所以这一次有我们的这个 卫生局还有行研处以及我们的农业处处长都来 就是希望让孩子知道现在花莲要发展的是什么 其实花莲现在很多的农友是开飞机的 所以我们常常到外面去做农业的研讨的时候 常常有人问说你当日来 你是做什么开飞机的 大家都说开飞机原来是开无人机 大型的无人机在布冠的 另外就是像资种车这个布冠 其实也是我们在推动 然而如何透过智慧教育 如何透过智慧赋能的科技赋能 让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生活上产业上 能够结合科技教育 而这次竞赛仅以提案为主 不需要作品或是设计完全实现出来 提案内容可以是单一科技的技术 服务创业方案 甚至整体规划使用科技的元素 无论是设备城市平台软体 新科技等等提案构想 除了竞赛奖庄运气奖金鼓励之外 将有县府协助申请专利 及美和大专院校或是企业继续研究 将提案在线内具体建设实现出来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